基本上你都可以在云端白板里面找到相对应的 那未来当然每一个范例档上面都会有答案 比如说后面还有什么呢 151 假设我们范例档里面 有一些可能暂时还没讲到 或者后面可能会当成练习题 但是那些题目的解答 如果我没讲到你也可以先试做看看 有问题的话呢 比如说151这一题 那打开来 151 如果说你要做出那个我们需要的结果 那你相对应的解答 其实在云端里面就可以找得到 比如像这一题 其实这一题的范例非常简单 它的需求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B栏的资料是把它删掉 只是要让你知道一下 这个B栏里面的东西怎么了 其实就是刮壶里面的东西 把它怎么样呢 放到B栏 但是呢这个地方不是要你突发链钢 因为你有几种可能性 第一个里面有没有资料 有没有刮壶 如果没有刮壶 那就不要 不需要做那个 把资料搬移的 复制的动作 那如果有刮壶的话 那你还要算什么呢 它刮壶里面的字 怎么把它搬过去 那当然呢 最没效率的方式就是 怎么样呢 图法链钢嘛 点两下 Ctrl C Ctrl V 当然我们不是要你这样做 我们要你怎么样呢 就是最快的方法 那当然最快的方法一定是按个按钮 全部完成 不过那个也是最 算是最困难的 OK 所以呢你可以按部就班 也许在以色料里面 有没有这种函数 它可以帮你完成这件事 是有的 可是不是只有一个函数 是好几个函数 至少会有三个 哪三个 第一个 可能你要先怎么样 寻找前刮后的位置 寻找后刮后的位置 然后再利用什么 第一个是寻找函数 你可以找找看 哪一个是寻找函数 第二个 寻找到位置之后的话 把中间的字串 中间的字串切割 中间字串就mid 有没有 mid mid那个嘛 然后第三个的话 如果没有刮糊的话 它会找不到 找不到会产生错误 所以还需要一个逻辑判断 就是如果产生那个错误啊 一般错误会紧开头啦 什么紧value啦 紧REF啦 紧NA什么一堆的 那那个可能要过滤 所以会有三个函数 那答案 也许如果你动作比较快通过 可以先看一下 每一题每一题 其实逻辑都很简单 那我们基本上 可以做的也许就第一个 用内键函数 但是一定效率没有后面来得快 还有什么方法呢 也许第二个就是 再来就VBA了 VBA就是一键完成 按下它 自动全部完成 或者是说呢 插入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就是针对这个 量身定做的 只要给告诉他说 你帮我检查一下 那个储存格 自动帮你把什么刮壶 有刮壶自动把质量带过来 OK 大概是这样的逻辑啦 所以反正我们要学的是提高效率啦 OK 方法当然有很多种 你会的越多 自然你可以达到提升效率的那个 我想结果应该会更好 所以这个我想待会 这一题也许等一下再来看 那这个先 留给各位先练习 那我们今天的话 先把那个 上个礼拜这一题 文字与资料函数 那最后的话 我们上个礼拜讲到这个 一键完成嘛 有没有 按下去 清除 按下去 清除 这个是VBA的第一种形式 这个形式的话呢 其实它是非常直接的 那这个一定是怎么 在VBA里面 所以第一个 你要在其他 上面这个箭头 其他命令里面呢 先把什么呢 制定功能区里面的 开发人员 这个一定要打勾 OK 那这个也注意啊 因为我不确定 你们现在用的 Office版本是哪一种 还有你公司用的是哪一种 那如果你是Office 是2010以后的 大概都一样 可是Office如果2007的话 它的位置可能在上面 有个什么常用 反正你找一下 应该也可以找得到 那如果是2003 不需要打开 2003以前的版本 它是已经在工具 好像有个清单嘛 工具里面的那个什么呢 也是会有个VBA 一样可以找得到 那差异点 其实不是那么大 只要找到功能 写了程式码 它都完全相容 这东西其实 从那个Office 大概 20 不是20 大概19 1995吧 很早以前 大概差不多20年前 就已经有这东西了 所以它出来很久 就是说它最近 才又重新又又红红起来了 这感觉有点像那个 以前那个大 我们台湾前名歌手嘛 像什么什么什么 我像什么奇琴喔 奇遇啦 有没有 不知道各位听过这些人吧 还有什么 很老的什么 王杰啦 有没有什么 小虎队那些啊 以前可能在台湾 20年前有红过嘛 然后突然又到大陆 又重新红过 以前有VBA 也感觉有点 类似像这样 以前红过 但是现在又突然红起来了 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跟那个大数据的应用 很有关系 因为大数据的概念 当然第一个 资料量一定是大 那所谓的大 一定是人工无法 人工没有办法 去处理的资料量 就是大 那多少是大 其实因人而异啦 不过我是觉得 我只要看到有 现在几乎哪个资料不大 一定不能用 瓦链钢来做啦 不能用人工啦 那不能用人工怎么办 你要想方法啊 对不对 那有什么方法 要不就以色列的函数嘛 要不就是 函数还不够 所以要用VBA 这第一个啦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说那个工具 应用性 我刚刚讲过啦 Excel的处理哦 里面应该我想没有一个工具会比那个VBA来的更直接 为什么 因为它有主场优势嘛 等于不用装啊 所以你看哦 打勾就按确定 马上可以开发什么呢 Visual Basic 你直接怎么 插入一个模组 再怎么样呢 在这边插入一个Sub 插入程序 Sub就可以按确定 那自放大的话工具里面的选项 这边有撰写风格 我建议是把它调到12号字 那字稍微放大一点点 这样就可以开始开发了 OK 我想应该没有一个工具 会比VBA来的更直接 处理这些资料 那后续当然还有其他的啦 不只是这些 我想VBA有它读到的地方 那早期当然 Excel它处理资料量 最多大概只有6536一个工作表 6万多笔 那现在可以到100多万笔 还有呢 以前那个记忆体不够常会跑到当掉 但是现在因为记忆体已经大了 所以呢 也很少 现在用几乎VBA来跑 好像也没有出掉当掉 即便资料量非常大 它还是跑得非常顺畅 OK 所以因为这样关系啦 诸如此类的 我觉得VBA 它其实在很多地方都比其他的工具来的更加方便 你可能会有同学说 老师可是那个现在很红啊 Python啊什么什么 可是我跟你讲啊 那个Python那些是自由软体 那自由软体有些 就是你光第一个啦 把环境安装起来 对很多人来说 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第二个 你光要开始撰写 你光看到那个程式码的行数 跟这个VBA比较 你就会觉得 哇怎么差这么多 VBA两下 大概不到十行以内的程式 可是如果你转移到别的工具 别的程式写 写出来 吓吓死人了 再来VBA有个优点 它不需要宣告 不需要宣告 可是比如说宣告嘛 如果你在其他语言 一定要先宣告一个 变数的那个名称 跟它的资料形态 可是这些VBA都不需要 因为很多你要先了解 什么叫做变数 什么叫做资料形态 哇可能一堂课两堂 三堂课都过去了 同学还是搞不清楚 可是VBA好处 这些都可以先暂时跳过 不是说不重要 你未来如果想知道的话 可不可以再加进去 也可以 因为VBA弹性很大 它可以宣告 也可以不宣告 那我们暂时先不宣告 OK 那上个礼拜讲的第一个就是 我们这个门号 应该还记得吧 按下它 清除 如果这个部分呢 有点忘记的话 回头可以看上个礼拜的影片 我想这个 这个部分的话可以在 第二个我们会需要知道的就是什么 Function Function的部分的话 我先demo一下 VBA的第一种形态 按按钮 第二种形态呢 是制定函数 插入函数 有没有 你可以从这边找到 使用者定义 有两个 OK 还记得吧 那这两个我们会逐步来写 那它怎么按确定之后的话 它要三个 一 二 三 那它的使用方式 其实跟那个内建函数 没什么两样 反正就给它要的 按确定之后的话呢 它会给你什么 最后的结果 但是呢 它跟内建的函数 最大的不同 就是说 它完全是量身定做 是for这个工作的 OK 而且甚至可以量身到 到什么地步呢 除了可以用 刚刚的手机 这边有个手机范围 上里边有提过啦 你可以用选一个范围给它 按个确定 点两下 全部又OK了 更快 所以如果你工作里面 有写好的很多这种 类似的东西啦 都stand by在那里的话 我想你工作会快很多 如果整个team啊 整个team啊 整个部门啊 整个公司啊 对不对 每个 也许大家都会用到 因为同样行业别 如果都有这些东西的话 那你可能 把每个员工 省下来的时间加重起来 你会发现 公司的那个 人事的成本会减少很多 为什么 因为大家速度加快了 第二个的话 就是说 大家的效率增加了 公司的竞争力 也会提高 对 因为同业在竞争嘛 如果你大家 每个人 都慢慢来 慢慢来 你会发现 很多你的客户 都会跑掉 我觉得奇怪 这公司 问你一个问题 你要给我答案 结果你隔了 一个礼拜才告诉我 跟人家 他马上告诉我 这差多少 所以 这个期间那一步 还是有需要竞争力的地方 你常常 你要order一个东西 你就可以感觉到 我为什么要跟这家买 不跟这家买 其实除了价钱之外 还有品质之外 还有效率问题 如果他让你等 我跟你讲 现在人等不了 等多久 等 所以你到公部门去办事 你就觉得有点受不了 是哦 有些公部门就是 问 给我个回应 很光聊 可能一个礼拜之后 才给你一个公文 简单的事情 电脑key一下 不就有了吗 对不对 所以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先了解一下 把上礼拜的东西 重点回顾一下 待会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就是方悬部分 那我们等一下把它删掉 重新再来过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等一下要讲 就是制定函数 制定函数 那这个函数呢 第一个是用VBA写的 第二个呢是完全符合你工作上需要而定做出来的 OK 所以未来你工作里面呢 其实有很多地方呢 都可以自行去把这些制定函数给建立起来 当然如果你是个人的话 自己在工作 其实自己效率就提高了 另外当然慢慢有一些企业的主管或者是老板 比较有眼光 直接会引进这样的技术 而且会找这样的人才 所以目前我知道 像金融业 很多像保险业 他直接就把VBA这项专长写在他interview的条件里面 你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技能的话 没有这样的专长 很抱歉 连进去的门槛都有问题 为什么 因为很理所当然的 如果你会这样技能的话 你在分析资料上面有绝对的优势 但如果没有 这个恐怕就很麻烦了 对不对 但我不是说这个只有 ECO里面只有这些比较重要 其实还有很多 但你全部都会 而且每一个工具都会到一个不行的话 你处理资料的速度 一定会比别人快速许多 这个是显而易见的 资产商里面就是竞争 你跟其他也在竞争 所以技能提升我想是相对的重要 所以这部分我想各位 先稍微把上个礼拜的部分重点回顾一下 待会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利用VBA撰写制定函数